烤肉香气四溢 抢中秋烤肉商机超商超市 大打澎湃组合 超商龙头推出超值的海陆自由选 三件三百游找 爱买瞄准海鲜控推超值组 包括虾 鱼 扇贝等 每箱一千游找 瞄准小资族群 赖尔富西手名店胡同 推出老饕组 打出一千出头的价位 蛮方便的 就是不用说 东买一点新买一点 猪肉长 鸡肉长 牛肉也长 鱼肉更不用说 也是长 还是已经拿西算为止 肉价金金涨 看到全台毛猪交易行情 五月每公斤还看得到八字头 平均每公斤约八十八元 到了九月一号还飙迫一百元 目前仍来到九十五元左右 而白肉鸡在淮南市场的批发价 今年初农历春节前 一月三号每公斤六十八点三三元 现在接近中秋节 没想到价格更高 每公斤来到七十三点三三元 涨了约百分之七 猪呢应该因为上一次有霹雳的影响 所以猪现在是缺少 所以猪的比较应该会维持这个价位 那肉鸡方面应该数量会增加 可能会比较有点下跌的趋势 不放董事长表示鸡肉价格走势 最快在中秋节过后 十月有机会回稳 猪肉因为先前猪脂流行性下历 猪价高档恐怕要延烧到今年底 中秋烤肉面对食材大涨 荷包大食鞋 三里行文林书贤李文科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